原物料的上漲 對於很多的國家來講 他們的內需 以及通膨的壓力都是很重 你看之前中國大陸也在 抑制相關的大宗物資的價格嗎 那現在俄羅斯也開始針對這些 鋼啊鎳的出口 要磕零食的關稅 但是這到底是真議題還是假議題呢 昆仁 好 我覺得因為這個議題 造成了這兩天的 就是鋼鐵股的這樣子一個強漲 那今天呢 昨天跟今天 昨天有20幾檔個股都漲0半 然後今天的話也有 好像有10幾檔個股漲0半 那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話 他叫做是 我講比較坦白一點 我的理解應該叫做是 趁著這個題材 然後資金就跑進去拉個股 那其實因為中鴻來說的話 其實他跟中鋼有一點點像 因為他就是中鋼的子公司 因為其實中鋼 在他的7月份的盤價開出來的時候 是平盤 然後呢其實如果對中鴻來說的話 他其實也是 那個也是以平盤來做開出 可是如果就一個公司來說的話 其實他還是有所謂的低價庫存的存在 所以就這個短線上面來說的話 他還是會有一些些 相關的題材是因為他有低價庫存 他有利差 他有對他後面的營收跟獲利 有一個成長的角度 所以也讓他有一個往上去做上工 去做 那個 往上去做挑戰的過程 那不過呢 就是還是一樣 要留意一下那個圈圈的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圈圈的位置會是一個 那個 短線上面中鋼即將遇到的壓力區 所以 在中鋼的角度來說 我認為他的基本面是好的 或者他的長期的 長期的趨勢是好的 那如果就操作面來說的話 風高壓力區的時候 或許就是先 可以先減碼一趟 然後如果他回來之後再去做 那個承接 這個是一個中鋼 我覺得可以 可以提供給大家的操作的方向 那他是有基本面的 然後另外一檔個股的話 是2027的 那個大成鋼 那大成鋼其實 我這邊圈圈 他今天已經是領先創高了 那為什麼大成鋼會有領先創高 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我的解釋應該會是說 因為其實大成鋼 他跟美國那邊 有更直接的關係 因為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大成鋼他有在 美國那邊的子公司 他也是做 就是做不鏽鋼的 那因為美國針對18個進口國 去做所謂的反清銷稅 那保障他們自己美國的企業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的話 因為美國有子公司的大成鋼 會是最直接的受惠者 那另外的話 因為其實大成鋼他也有在 就是他的庫存 也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因為我們有去看他的一個 就是庫存的狀況來說 他還可以撐 超過半年這樣的庫存 所以他的這個 這個庫存的部分來說的話 也是有他的低價庫存 甚至他未來的一些相關的原物料的供給 是沒有任何的疑慮的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來說的時候 他也領先去做創高了 那如果創高的話 就是又回到操作面上面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是中鴻 他遇到了壓力區的時候 可能就是先逢高 可能要試著先獲利了結一趟 因為如果真的能夠創高的話 就是 如果真的能夠創高的話 應該大家都賺錢 然後呢 如果以2027的 2027的 那個 大成鋼來說的話 他今天 對他今天已經創高了 那也就表示說 其實大家都賺錢了 那如果在這個回檔的過程之中 還能夠守穩 這個突破的這個點位的時候啊 那他後續的 這樣子成長的機會 會比剛剛我們看到的中鋼 和中鴻 更來的更大一些 所以這個是從操作面來去做切入的部分 那另外一檔個股的話 可以幫我再切一下2023的夜輝 那2023的夜輝 其實我選這幾檔個股都是有基本面的 然後也運用這些基本面跟技術面 來帶所謂的操作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夜輝 2023的夜輝也創下了 就是5月11號那個 高點了 那也就表示說 他很有機會在這邊去做 所謂的壓力轉支撐 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那為什麼特別拿出夜輝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夜輝很有趣一個現象 就是夜輝的那個原料 是跟中鋼拿的 那中鋼他的7月盤價沒有漲 然後結果沒想到 夜輝他還去給他調外銷的這個價格 所以他就有所謂的價差跟利差的 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他可以拿跟中鋼拿 那個沒有漲價的鋼 然後他出口的是出貴的鋼 所以這就讓他能夠在這短線上面 能夠創高的主要原因 那另外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有說到 所謂的俄羅斯那個要漲 漲所謂的出口的關稅 那俄羅斯出口來到台灣的這部分 其實那個夜輝沒跟他拿 所以夜輝他其實就享有這個優勢 鋼鐵族群的資金的進去 他真的是因為題材的關係 那比方說 那個就是看到有一些個股 他就突然去做創高了 那些個股的話 他們都有一個小股本或者是說 比較具有一些 獨立色彩的個股為主 那我就不用特別點名是哪一些 那因為昨天我們盤中連線的時候 有講到第一桶 所以我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第一桶的資料是 Q1 他賺的是0.3元 然後呢 如果因為他前陣子的飆漲 然後四月的話 單月的EPS是0.12元 那所以他就是在一個 就是小鑽跟損平邊緣這個地方 那可是他的股價的話 竟然能夠創高到65塊 這個位置 那當然他這時間點 他還是屬於整理的狀況 可是如果就 基本面來說的話 他就比較不是我心目中 比較有成長性的 這些相關的個股了 這要怎麼樣來形容呢 大概就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吧 家裡面出現了一個千金 那所有整個家族的人也都 要相經的相經 然後有一些好表現的 也是都用錢慢慢的堆出來了 所以可以用富邦美 來稍微舉例一下 像他近期的股價也好 那他的基本面表現 也是非常的亮眼 5月的這個年增率 營收的年增率 將近是翻了一倍 所以股價也是 蹦蹦蹦不斷的往上走 還帶出了哪些訊息 為什麼會說這種 可能你裡面有一個 登上了千金 他的後面成長性 還是持續有的話 就可以拉抬整個通租群 像剛剛元寶們提到的 911APP 以及綠界跟宅配通 最近的走勢也是非常的亮眼 好 因為其實所謂的千金之所以 我以為千金的 很主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趨勢之所在 我們剛剛前面有說到的 然後呢 我再講一個比較 就是操作面上面 應該注意的事項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在操作個股的時候 常常會看說 那個公司他的基本面如何 他的一個獲利是多少 然後他的本益比是多少 會不會太貴之類的 那可是呢 其實回到一個操作面來說的時候 這些千金股 就不要嫌他們貴 那因為這些千金股 只要是上千金好了 那一張個股 他就是 就是一張這張 這張股票的話 他其實就要 這樣子很貴的價錢 那比方說1000塊就是100萬 然後呢 買一張系列的話 就要3800塊 等於是380萬 你才可以買得起一張系列 那其實我覺得這一些 敢去做這些高價股的人 他們既然敢買 那就表示說 他們絕對不是看 只有3000塊的系列而已 他絕對不是只有看 1800塊的富邦煤而已 那所以這個會屬於一個 既然他是高價 那他就很有可能 在資金行情跟人氣的行情的推升之下 繼續再去做創高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他就會有所謂的 比價的空間跑出來 所以像這個是8454的富邦煤 那富邦煤其實他今年 他只有賺20塊而已 當然他的5月 的獲利真的是翻倍很棒 就是賺一個月可以賺2.27元 就剛剛小畢有跟大家提到的 那其實6月看起來也不錯 可是如果就算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今年大概就是20塊 20出頭塊 可是他現在目前的本益比的話 是高達90倍 那他貴不貴 我很坦白講說他很貴 可是他就是真的是錢堆出來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讓富邦煤去做 所謂的千金 這樣子一個挑戰的過程之中 他也拉高了 這整個同租群的比價空間 比方說下一檔個股 就是原本我們提問的91APP 那這檔個股的話 其實他在5月的時候 才有新掛牌 然後他有籌碼優勢 那其實他今年的EPS 很老實說 他預估的EPS 大概就只有3塊錢左右而已 可是這時間點的91APP 他是336塊 那已經是創下了 等於是已經創下了 歷史新高的這個位置了 那他還會不會漲 我這樣講 就是 錢繼續堆下去的話 他就會繼續漲 那短線上面 他可能會有一些直漲的 這樣一個現象 原因是因為他今天開始 今天開始是被分盤交易 那可是如果後續的這個 分盤結束了 或者是說投信繼續買超 或者是說 那個後面的那個所謂的 富邦煤繼續往上帶上去的時候 那他要繼續往上帶動 我覺得還蠻 蠻有機會的 然後甚至大家如果 就是可以知道說 像全聯 或像全家 或像是保養 那個他都有網站跟APP 那都是 那個91APP幫他們去做開發的 然後甚至他們都有一些 國內的大客戶 不斷的 叫做引進 所以這個他今年只有賺3塊 那那個本益比100倍 很貴 可是如果就成長性來說的時候 他還是有他的成長的空間所存在 所以如果問我股價的空間的話 我覺得往上還有空間 那另外兩檔個股的話 一檔是6763的綠界 我記得這也跟大家說過 因為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他是那個新貴接近千金的時候 他到今天為止 已經到1300多塊1400塊了 那他貴不貴 也是一樣很貴啊 可是 那個也是一樣是錢去做堆出來的 那他今年的Q1是5.27 EPS 然後可是如果就今年來說的話 大概是20塊左右 可是他也一樣有70倍本益比 那這個都是 富邦媒或者是說 千金股 拉高了同族群的 比價的空間的效應 然後下一檔個股 我也要帶教學 就是2642的載配通 那為什麼要特別帶教學的原因 是因為在6月初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連線的時候啊 那時候我跟大家說 其實載配通 有出現了一個高檔爆炸量常上影線 跟正 高檔的爆炸量的黑K 那他也出現了一個 直漲的這樣一個訊號 然後可是他在 就是在那個 上漲過後 或者說他在那個這樣一個直漲訊號 發生過後的沒多久 他竟然又被拉高去做創高了 對 那拉高跟創高的話 就是又一次 變成是壓力轉為支撐 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所以如果是壓力轉為支撐的話 我覺得後面的這個動能 會是可以期待的另外一波的漲勢 會是可以期待的另外一波的漲勢 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